女子驾驶着自小客车从桃园要前往台中 行经国道一号南下苗栗路段疑似在想事情 结果跟连结槽车发生碰撞之后 自小客车于是腾空翻转了将近十圈才停下来 离奇的是还好女驾驶有机上安全带 只有轻微的皮外伤并无大碍 这部白色自小客车行经国道一号南下134.8公里时 突然从中间车道慢慢偏向外侧车道 跟行径中的大型连结槽车发生剧烈碰撞之后 自小客车在空中翻转 123456789进十圈之后才侧翻在外侧车道上 其他经过的车辆差一点遭到波及 真的是惊吓指数破表 可能就是有在想事情 那导致说车子向外侧车道偏移 这起事故发生在8号中午 照顾的自小客车驾驶是30岁的灵性女子 她从桃园南下要到台中 经过苗栗路段疑似精神不济 不专心分了神 偏离车道酿货 当时车内只有她一个人 还好有系上安全带 送医检查只有受到轻微皮外伤 碰撞之后 该部自小客车有翻滚的情形 那索性那个驾驶人 都有系好安全带 那才没有导致说比较严重的伤势 真的是命大 灵性女驾驶没有大碍 就医后自行返家 不过车辆在空中翻滚的惊险画面 以不同的角度被目击者转po上网路 网友回应这简直像电影的飞车特技 还好后车驾驶闪躲技术满分 但还是要奉劝开车务必专心谨慎 以测安全 就张新杰苗栗报道